山姆的房间里有一个特殊的玩具箱,会发出柔和的光芒。 一天晚上,她注意到它的光芒变亮了,令她惊讶的是,里面的玩具开始移动并爬出来,伸展身体并互相聊天。 胡须先生是一只毛绒猫,似乎是玩具中的领导者。 她谈到了他们寻找月球失落之星的任务,这可以实现任何愿望。 山姆无意中听到并主动提出提供帮助,得知这些玩具想要有一天像真正的生物一样在公园里玩耍。 山姆和玩具们在一张旧玩具地图的指引下穿过房子。 他们到达了后院花园,那里有一个名叫格里兹尔的脾气暴躁的花园诸如看守着月亮失落之星。 格里兹尔提出了一个挑战,让他笑才能赢得星星。 每个玩具都尽力了。 动作玩偶表演特技,毛绒玩具唱歌,积木创造喜剧结构。 但似乎没有任何作用。 就在希望似乎落空的时候,山姆用胡须先生的尾巴逗格里兹尔的主意终于让他放声大笑。 得到星星后,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第二天,山姆看到他的玩具的真人大小版本在公园里快乐地玩耍。 日落时分,玩具们恢复了正常大小,对神奇的一天感到满意,并感谢与山姆一起冒险。 我们下期见。